我們今次會講到聖靈因果的運作 討論的問題和我有點爭 首先有機會問的問題是 因為在聖靈運作時都看到邪靈的工作 因為人們有邪靈 或者那個牧師本身的邪靈 如果未清的話也會有邪靈運作 問題第一是如何保護自己 第二是何時才確定自己適合為人服侍祈禱 這兩個問題 第三個問題是 我如何確定為人服侍祈禱 即是他別寫 在聖經和我來說 我覺得當一個人完全和神有親密的關係 處理生命 處理生命這部份可以說是不可難的 因為我們周時都不知道 什麼時候會有壓力 不開心、煩惱 而這些事情 當他有 譬如說 事情順利很多人都會很開心 但當事情不順利的時候 他裡面會不會有壓力 有這些重擔 那是不是一定有壓力重擔 一定有問題呢 不是一定 而那個人本身裡面可能已經有邪靈的時候 他長期的壓力重擔的狀態 那些邪靈總是不走光的 或者有時 到底是邪靈還是情緒的問題呢 這件事其實 也不是一個絕對的答案 有時也不是很絕對的答案 肯定是否一定是邪靈 還是一個情緒壓力造成的問題 但是總是不好 我想我們都會有這樣的經歷 大家想一想 譬如你很辛苦很辛苦做事 又可能被人罵罵完 然後你就發覺整個人好像 瘋瘋噔噔噔 好像不太行 好像不得清晰、崩潰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都會產生問題 是不是這樣就一定有邪靈? 不是一定 不過總是有些不好的事情 尤其有些人本身不是清晰的 他始終在這個狀態就無法清晰 所以第一 我們自己要記正自己 就是一定要處理生命 你處理生命 以及在聖誕充滿的狀態 時事都由早到晚 享受神和愛慕神 我都說過享受神是容易過愛慕神的 但是兩天都要學、都要做 享受神是說 叫我們天天飽得神的慈愛 好願我們一生一世歡歡喜樂 就是 耶穌愛我、感謝耶穌 神看著我 我每天都對自己說這些話 我每天都會加強自己的信心 神是看著我的、神是祝福我的、神是提升我的、神會使用我的 我經常都會說這些話 我開心、很歡喜的 我盡量經常都在這個狀態 這個時候那個靈就會經常都輕散 而且時事有神的同在 這是第一 然後呢 因為享受神是屬於恩典的領域 領受恩典 然後我們就遵從神的吩咐 就是愛神 全心愛神 有些人可以即時愛神也可以的 但是有時有些人就覺得 神都不是對我這麼好 沒有處理好生命 於是就會埋怨 埋怨的時候就覺得 神啊我真的很愛你 真的很感謝你 寶福你 有時他講不出 他都不能真心這樣做的時候 他就雖然難 但是享受神我們就比較容易一些 神愛我、神照顧我 神幫我、提升我 這些是享受神的 生命一樣會提升的 因為叫我們早早飽得祂的前海 叫我們一生一世歡歡喜樂 所以說我們享受神 又是愛慕神 在這種狀態 如果經常都是這種狀態 而又處理生命 我就覺得邪靈是沒有位留在這裏 即是沒有理由會有位留在這裏 這兩個破口 一個就是他在罪中 情緒的問題裏面 各樣的問題 第二個就是他和神 根本沒有一個密切關係 那時候耶穌講的比喻 他說這個世道好像什麼 有人趕了邪靈出去 然後邪靈四圍找不到 然後找了七隻這麼兇的鬼靈 進去裡面 即是他沒有耶穌充滿他的手 邪靈可以進去裡面 但其實在神學上 有時我們都不是一個很肯定絕對的 因為一個人 譬如他之前沒有邪靈 他信了主耶穌之後 他不是完全聽神話 他會不會有邪靈入侵 我不懂得回答 即是我不回答 我只是說 總之我們全面處理生命 完全是整天愛神的話 就會 聖靈的充滿就會很強 什麼邪靈都不能留在這裏 其實我處理生命也是因為這裏 開始的 就是我常常會在神的外中 在神的喜樂 因為當我經歷神的喜樂之後 我又很興奮很開心 我看到那些人充滿喜樂 當時我們參加聚會的人都說 很欣賞他們充滿喜樂 有時叫他們 你和其他人按手 傳遞喜樂 當時我經歷喜樂的人 的確是我們有一個教人 他經歷多久 我們一起祈禱 我們每個都回家都充滿喜樂 但不是每個都這麼欣賞 過後不是每個都這樣保持 我自己回去不斷地 一直在路內充滿喜樂 但我不笑出來 在車上 回到家 我又一直留在這個狀態 每天都是這樣 我發覺後來每次想 耶穌也有喜樂 當我經常喜樂 一有什麼不好的感覺出現 我立即留意到 我立即處理了 這就是我處理生命的開始 由我經常都在這個喜樂的狀態 然後發覺 一有些不適當 我就立即處理 這樣開始 這就是我們自己 如果我們自己在這個狀態裡 也都處理所有的問題 因為有時候人的問題 是真的需要時間處理的 有些人的問題是自卑 有些人是憤怒 有些人是驕傲 覺得自己很厲害 覺得自己做得很好 覺得要比人厲害 要證明自己夠好 這些都是問題來的 總之 那些什麼樣的形式 或者受了傷害處理不了 又是一個問題 這是我們需要去看聖經的時候 盡量每一樣東西都看 有沒有處理好 第一就是自己搞定自己 你自己搞定自己 這樣的時候 有人在你按手 就應該問題不大 你接受人按手 我自己就覺得這樣 第一你聽聽他的教導 不是憤怒正經 是否都顯示出他的生命 因為有時候有些人說 是講道理 他不是他的生命 即是表現出來 如果你這個人是完全陌生的 而又不是一個 很多人認識這個人是好的話 你是可以不接受他 就是祈禱的 因為有些人侍奉處都是會驕傲 競爭 譬如就算服侍祈禱 有些服侍祈禱的人 他是會推人的 推人不一定是有問題的 因為有時候他大趴在你那裡 聖經應該會傳遞 是真的有這件事的 但有兩種情況 有些人是因為他想 每個人都快些跌倒 所以他就會推人 有些人是他覺得這樣傳遞更快 我都會鼓勵你不要判斷他 但的確有些人是會這樣 我聽過一個情況 就是有一個很出名的恩高伏侍者 因為我們曾經有人參加在他的聚會做師班 他說當他走過空區的時候 是非常壓力的 他很想那種表現出來 其實我覺得是含有一種他個人的那種因素 那時候會心靈裡有些破口 所以我自己就覺得 我自己就覺得 不要說他出名 他一定是可靠 還有你認識他人的生命就最好 但如果你本身你搞定 他按手就算有什麼問題都不會有反應 我來說我不太擔心 除非那個人是很有問題 他說的道很有問題 你聽出他的道 你聽出他的生命 你聽出他的生命好像有些問題 或者他的做法有些問題 那時候我就會鼓勵你不敢接受 第一就是我們自己 接著是被服侍者 我們為他按手他的邪靈 這種情況是我們經常發生的事 我以前我開始聖靈充滿的時候 有一個牧師跟我說 他說他不按邪靈 有邪靈的他就不按 只是用懷疑來按邪靈 這個的確是有功效的 亦都會保護到自己 沒有被邪靈入侵 但邪靈也可以透過空氣入侵 因為聖靈也可以 聖靈聚會一班人可以經歷聖靈 同樣邪靈也可以入侵 不過你如果奉耶穌明祈禱 應該他入侵的機會比較弱 這個是有人這樣做法 就是他趕邪靈就不按手 但我自己就覺得 趕邪靈按手就有能力一點 快一點的透徹一點的 就不用那麼久 所以我通常會按手 我又不要發覺有什麼問題產生 最重要是我們自己搞定的 問題就不會 他不是一個大理 但如果你覺得自己未夠這個信心 你就可以不按手 就能夠奉耶穌明祈禱 但我現在越來越體現 趕邪靈我不是經常趕 我反而是多些 跟他聊天 瞭解他的情況 憤怒、不開心 先處理了 他處理了 相信神的愛 其他很重要就是 相信神的愛 如果他不相信神的愛 是很難趕邪靈的 因為他覺得神虧待他 他的心不開放 他的心是相信神人對他好的 於是他的心開放 由享受神在神的同在之中 即是要幫他進入愛目神 然後在這樣的狀態之後 才跟他趕邪靈 我趕邪靈我趕一下 我問他有什麼 通常過程我會這樣 我會跟他一路愛目神 享受神、愛目神 先跟他輔導 然後就享受神、愛目神 然後就會 我又會先問他 請問你現在祈禱時 有什麼感受 有沒有什麼經歷 譬如他覺得很舒服 這是正言 有些可能開始就覺得不舒服 胸口悲住 腳頭不舒服 頸、反胃、骨肉 通常是上身比較多 頭、頸、胸口、肚 這些地方比較不舒服 是比較多些 問他有沒有不舒服 他說有的時候 我會有試驗他 我會叫他看著我的眼 看著他的眼 原因是邪靈在內 他看得出來 他如果有邪靈在內 他看得出來 這個方法其實是有人用 我看到他用 我又用 很明顯有些例子就是這樣的 我試過有一次 在一個傳統教會 他們都是有些開放性 但人們不是很經歷 我們就一起騎到 其他隔離我那個 就硬了 整個好像一塊板 我知道這樣硬了 通常是有邪靈 如果聖靈的跌就會軟 但他就硬了 他就硬了 然後我就 叫他看著我的眼 通常我叫他看著一隻眼 看著他的右眼 眼磚 因為如果他看著左右 看著一隻眼磚 然後我就 鳳爺宗明 吩咐內的邪靈離開 他就喊到很大聲 然後我就叫他 鳳爺宗明 不可以叫他 然後跟他緹研討 緹研討 我問他 謝仙為何你會這樣叫 他說我裡面 怕得不得了 不是他自己 怕我 不是他怕我的人 是他裡面有種力量 怕 即是在裡面怕出來 我最近也有一次 有一個人 我一說 他就 立即 立即有反應 立即又有 裡面有種驚恐 這個通常來說 都是一個顯示 又邪靈的情況 那我就會 在這個情況 我就會告訴他 你放鬆自己 相信神愛你 耶穌是得性的 神 耶穌已經賜給我們權 給我們淺甲石 替子 可以勝過魔鬼 仇敵一切的能力 一吹 離開心裡 打算吹出來 有時一吹 就鬆了 我試過 有些人 他趕來的時候 那些血本 全部都脹了 紅色 從黑紅到 好像黑黑的 整個人 口又抹得大了 我說你放鬆 我一吹出來 他鬆 那便鬆了 即是他如果 他穿著 或者不知怎樣 他會穿得好行 但他一放鬆 有信心 他便會容易趕出來 有時我和他趕一下 他便會有反應 之後可能又沒有反應 我便叫他 來享受神 耶穌愛你 阿里尼亞 這樣一直享受神 我多些時間享受神 然後和他趕成出來 如果大家有機會去宣教 這個月有幾次 一次是來禮拜日 如果你回禮的教會 就不來 但如果你可以 你可以來 十七日禮拜六 另一個禮拜三 晚上 如果你可以 就會多些機會 操練 即是不見到這些 希望你們會找機會 除了之外 就是這裡 我們會有操練 我現在會講一講 聖年因高 今晚我們都會講 聖年因高 但因為今晚會講 所以現在我簡單講 大家都聽過 基本上第一 問問你自己內心 我要找什麼不開心 我有什麼擔心 神什麼都照顧我們 神什麼都幫我們 其實我們幾個徒 要學一個就是 我們什麼都不用擔心 什麼都可以放鬆 什麼都可以依靠神 神一定照顧 神一定幫我 於是一個人就 全意放鬆 每天都是這樣 每天早上晚都是 沒問題的 就算人對我不好 他一天改變1% 100% 就改變100% 一天改一點 就算他不是 改得這麼快 1%也挺快 即是說 再慢一點 即是這樣的心態的時候 沒有那麼介意 別人做好的事 既然有時候 我們的環境是困難 就不要受他們影響 而只是我在神的愛中 我就可以輕輕鬆鬆地 對一切的分行 這就是一個心態 有什麼負面的處理 然後就是苦心信 神是吃到我們孔 有些人很難接受 因為覺得 神怎麼會這樣 神得孔孔呢 我又不是那麼好 我又不聽話 但神的愛是沒有條件的 神的愛永遠都是一樣 神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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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得那麼完美 如果 如果 神不是那麼完美 我們都只能夠相信他 我們都沒有選擇 如果這個世界是有一個神 但他又不是很完美 但我們都要相信他 但我感激神 神真的 真的好得 又充滿愛 又充滿聖結 譬如他愛但不聖結 那又有問題 他聖結又沒有愛 那又是有問題 或者他不肯 苦走機微的人 又是有問題 或者你一犯錯 他又打死你 那你又不可能 總之神 因為神都這麼好 又有智慧 又有愛心 任何卑微的人 他都 都這麼喜歡 這麼愛 所以我們就 在這個心裡面 完全相信 哇 神愛我真的愛得好 那你就每次見到 啊 耶穌我知道你愛永遠 那你就享受神 那時候 你就可能會感受一種 力量搖動你 又或者舒服 輕鬆 這個都是聖領帶來的 因為聖經說到 有些人一見到耶穌 就跌到地下 那就是強烈的能力 你這麼強烈就會搖動 和愛心又平安輕鬆 但有些人始終都說 我都不太肯定是否聖靈 或者不是聖靈 那怎麼辦呢 那我就告訴他們 憑果子 我們知道 因為我們真的 為苦都是祈禱 很明顯我們講過 觀音的邪靈 佛的邪靈 道教的邪靈 但是同時沒有人講耶穌 而我們奉耶穌命 那些人生命更新 醫治 又更加愛耶穌 更加知罪 所以那些果子 都是顯示 是從耶穌越來的 那我們怎樣 建立這個恩高呢 就是你每天 每天 你自己在家 一個尊重時刻 就愛護神 享受神 阿里路人 一路享受神 一路享受神 感受到神 一路有得 有聖靈 一路在你身上 每天都用一個 最好越長的時間 愈好 專注的時刻 享受神 然後愛護神 享受就是領受 耶穌愛我的人 多謝耶穌 你是關心我的 你陪著我的 你掛著我的 這就是享受 愛護就是 神啊 我真的很喜歡你 喜歡已經是最容易的祈禱 有些人說 我第一講到是專注時刻 第二就是講到 隨時的祈禱 我正在做事也好 我佔地心 你煙愛… 即神阿真的很生氣 你現在是很生氣 你怎樣 神一街 不只是這麼兇 以很早到晚 你會在這個情況下 有多悄哭的情況下 為人祈禱 也千萬別擔心死 何時難過 這個不是我們的祖 你就是 阿神真是阿神 阿神真是阿神 這樣你就會容易帶不成人的恩公 我自己也試過練習 因為我曾經很多時間去操練練習 我曾經有一年多的時間 每天有幾個鐘頭的祈禱會 有一班人跟我一起操練 然後我很多時候有不同的操練 我試過為一個人祈禱 但我又不用靈 只是這樣說 然後我用靈 因為心靈一擁有神 即時他就經歷了聖靈 這是我周時都會見到的事情 有些人比較敏感聖靈 一愛慕神 他就即時會感受到聖靈 而敏感聖靈 有些人是很容易的 有些人是難的 有些人是很難很難 這是容易和難的 那怎樣呢 容易的那些 任何一個位祈禱他都會經歷 總之你有聖靈 哪個位祈禱他都會經歷 這些是最好的操練對象 要是會讓你有好 看到聖靈在你身上工作 是會加強你的信心 但也有些人是真的很難很難 那些人怎樣做呢 那你就首先要幫他 耶穌很愛你的 很體重你的 你是很寶貴的 你都了解他用甚麼內心 又幫他去處理 然後你就享受神 你自己又享受神 你享受神 有神的同才 感覺到能力 那你怎樣感覺到呢 你站在這裏 身上搖動 你可能會覺得 手有些東西圍著你 有些能力在你身上 在這個狀態進入 你沒有接受 其實我們每天都盡量在這種狀態 有些人不是 身命很苦 你多苦也好 你越苦你越慘 你越放鬆你越得福 你就越得意志 你越苦你就越得意志 但你越放鬆 人就越來越遲 所以你何時都會說 神祝福平坊 你會感覺到能力保你 這就是聖靈的臨在流 平安 輕散 你就在這個狀態 才為它按手 為何要等到你這個狀態才按手 因為我們都要暖身 當你不是那麼強的能力按手 它就不會感覺那麼強 但當你很投入 又一按手 它就會加強 我自己是發覺 聖靈的臨高在每個人身上 在不同的時間是不同的 我試過在最強的幾次的經歷是怎樣 當時曾經試過有些聚會 是真的很強的 我有一個人 我平時跟他站在腦 我走到他 其實是另一個人的聚會 但他又容許我們為了一些人 去操練 按手 其他人 我大約在這裏 去到Ellen 他站在這裏 我站在這裏 我一走過 他已經立即遇到 他平時沒有 我一走過 他就立即遇到 我曾經在一個教會 有一個很長的 其實我有不同的教會 也試過很長的去訓練 我試過兩個人在這裏 安慰我 然後我叫第二個 你走過來 我叫他走過來 感受了聖靈的能力 他一走 簡直好像反彈 即是說 他一走好像有東西 好像撞變 反彈 反彈 但他感受到聖靈的能力 也看到人的醫治 例如他剛星期錄去 有一個人 即時感覺能力 即時痛了一個多月的膊頭痛 他會再說 即時經歷到醫治 這也是很強烈的神 忽然間的臨在 你不要以為你不可以 你亦可以 只要你整天天都是這樣的狀態 你就可以 你有沒有這樣的信心 信心不是在我們那裏 信心是什麽 我講過 神做事 放心 即是神會做事 只要我給神用就可以了 我們的問題好像什麽 好像管塞了 你管是空的 你又相信神的愛 神的靈可以湧流過你 神會用你 如果你上網 你會找到 有些地方 有些九歲十歲小孩子 性靈充滿 按手很多人經歷性靈 在這個世界上 有些人很小已經可以 大於神的恩公 我會想做什麼 神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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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